这两个不相上下 不过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还是冠军了 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 起码过去半年明显的是 形成一个讨厌共产党是最大党 这个特别是 自从1月2号习近平发布了这个对台 这个报告 强调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这个是造成了一个蔡英文捡到枪的一个转折点 那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得到台湾社会 除了个别的红统人士以外的 绝大多数民意的反对 那么这个凡是贴过去 愿意跟习近平讨论一国两制的 那一定是在台湾社会被 唾弃 唾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蔡英文又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时间站出来 坚决反对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坚决反对中共的武统的霸凌 那么我觉得他确实是捡到枪 在这个问题上 那当然对他来说最近这一个月 最明显的当然是香港的反战中 这个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一国两制 在香港执行20年的例子 造成了香港这么大的民怨 这个给台湾年轻人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训 那么台湾这个年轻人感同身受充分的 这个跟香港的年轻人站在一起 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年轻世代的网络革命 是一个反讨厌共产党的一场这个民运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 那蔡英文就是捡到了导弹了 习近平是出来的 那问题是 我觉得下一步 蔡英文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 毕竟他现在民调还没有到过40 还没有过50 我觉得他最大的困境 还是在所谓30岁到60岁的中间选民 那我觉得在这一批选民里面 有三个大问题 他必须在今后六个月赶紧要做的 要非常强有力的做的 第一个是要在国安立法完成以后的执行力 就是说过去三个月 蔡英文在国安方面的立法 主要的立法工作都已经做了 这个大家看到了 问题是你立完了以后怎么执行 这个方面我觉得他要展现出 国安问题上强烈的执行力 这个是他第一个重要的 因为中间选民实际上对过去三年 蔡英文的执政一个很大的诟病 就是他的执行能力不够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所谓30岁到60岁中间选民 最大的困难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就是他们本身碰到职业的瓶颈 需要加强职业培训 台湾人50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偏低 第二一个他们上有老 所以要在长照2.0的升级版长照3.0尽快推出 第三一个就是下有小的怎么照顾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政府政策方面 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你刚刚讲那叫三明治族 那就是上有老长照 下有小的托儿政策 或者是这个幼儿教育政策 小学教育政策 幼儿教育政策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蔡政府今后三个月 特别在社会政策方面要多着力 那第三一个就是所谓台资回流 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产业列调整 那这个问题当然已经有很大的进展 现在台资回流现在已经有过了4000亿了 这个数字是很令人鼓舞的 但是怎么落实 而且要进一步的吸引更多的台资 那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行政院鼓励台资回流 特别是关于税收的优惠 这条法律在立法院还没通过 还在等 临时会 临时会希望这次能过 境外资金会回的专家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 然后过了以后怎么落实 因为你台资回流 你还要帮他解决这个缺工问题 缺电问题 缺土地问题 这些问题都应该进一步执行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 国安法规的执行 这个照顾中年职业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 这个台资回流问题 这三个问题在今后六个月里面要做出很明显的成就 那蔡英文民调才会上50 过去六个月 蔡英文在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 这一个原则和这个论述的兼职 使得他逐渐赢得了台湾共识的一个 大的这个战略方向的这个领导地位 因为在蔡英文实际上提出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这个概念已经有两三年了 选举的时候就 两年前 一年前的这个国庆演讲 他也再次提到了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概念 但是呢 实际上到了习近平讲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后 蔡英文的回击 才使得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才这个华独台独一家亲的这个说法 逐渐被社会主流接受 虽然说一直还是有一些这个深绿的台独派 这个还是有的 然后有这个 深蓝还是认为你在借壳上市 对这个还是有这个深蓝的深蓝的这个这个 亲中派这个也是有的 但是台湾社会的中间力量越来越能够接受蔡英文的这个主张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这个愿意这个跟中华民国在一个一国对国的关系下面一个一个和平共处 但是必须是一个国与国的关系 不是两岸一家亲的关系 后来郭台铭讲的也是这样啊 对但是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郭台铭的这个说法不被大家信任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郭台铭的说法不是国民党内的主流说法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国民党五个候选人除了郭台铭一个人 其他四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两个国家的 两国论 只有郭台铭一个人讲 其他国民党候选人都没有讲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国民党的所有主流的说法 没有一个公开抛弃九二共识的 这个也是第二个大问题 五个人都没有抛弃 对都没有抛弃九二共识 但是九二共识已经被认为是一国两制 老百姓 几乎等于一国两制 对已经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 已经被贴上标签了 这个是台湾主流民意反对的东西 那第三一个东西就是 亲美的战略立场 就是说在中美这个新冷战这个开始 这个已经有一年多的中美新冷战的这个局里面 这个台湾要站在自由民主阵线 站在亲美的这样一个外交政策 这一点国民党的五个候选人 没有一个感明确的提出来的 就算提出也要跟中国维持平衡 郭台铭是要这样子 美中平衡 所以他的中华民国的帽子 马赛克在中央电视台也都抹掉了 马赛克掉了 所以就是说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管他们怎么讲中华民国 他们怎么挥国籍 他们跟共产党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这个问题是过去十几年 特别是连战访问中国以后 至2005年到现在 国民党的整个一个战略 所谓亲中有中的这么样一个战略 给台湾人民造成的这个鲜命的影响 而国民党现在被这个深蓝统派绑架了 他们没法走出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